修行必须从实际问题入手,谈经论道一堆,神奇体验一把,但预示依然烦恼痛苦,修行何用? 真修行必须在具体的痛点上进行,痛得越深,你其实离真理越接近,那就像黎明前的黑暗,越黑暗意味着黎明越接近。 因此,不要把修行变成逃避现实烦恼的港湾,一时的安宁舒服过后,苦的还是自己。 修行必须从生活问题入手,每一个生活问题都是法门入口,每一个问题都是道场。 真正的道场不是道观,不是禅堂,不是供修者的祥和之的,道场就在每一个当下,每一个眼前的念头。 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,婚姻就是你的道场,如果你和孩子关系有问题,亲子就是道场,如果你工作发生矛盾,矛盾就是道场, 如果你陷入生活的无聊,无聊就是道场,如果你有金钱的问题,金钱就是道场,如果你对死亡忧心忡忡,生死的真相就是道场。 道场在你每一个受难处,道场在你每一个被卡住的地方,道场在你生命中每一次的绝境处,修行必须在那里进行。 不要试图绕过人生的种种问题,不要离开真实的内在,哪里有问题,就在哪里修,直到修通,真相视线,道观,禅堂,共修点心情好就没问题。 那不过是自欺欺人,你只是在逃避,修行也不是向他人显示你的自我,看我修得多好。 我懂这金纳金,我能双盘,我有超能力,修行是像你自己的人生视线,恩,烦恼可以转瞬即逝,这个问题不再成为问题,情绪尽可翻过高山峡谷,尽可穿越惊涛骇浪,但我的真心随时充满喜悦平静与自由,因为它本来就是。 修行的果,是给自己这个实惠,修行不是为了预见道,而是为了预见终极真相的自己。 修行不单是为了见证终极真相,更是见证你经历每一个心境的刀山火海与高山峡谷,在每一个痛点,卡点,烦恼上,空性的回归。 证悟与解脱必须发生在具体的烦恼指点上,就在此刻,当下,而不是在某个幻想的将来或境界中。 修行不能把你带离实际,修行必须走向实处,向实处的最深处用功。 你不能离开生活和大地修行,否则只是另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,只是头脑自卫的自欺把戏。 修行无需执着于哪个信仰,哪不经典,修行无需执着于哪个法门,哪层境界,修行必须打破一切的界限,教条和依赖。 修行就是不断的破,为什么破? 因为有生以来,你不断的利,你利了太多,那些兼职的利,都已变成你的障碍与牢笼,所以只有破。 破需以痛为师,破的入口和老师,就是你的痛点,破的终极处,是破我值,而破,其实并不存在,它只是一种毫不犹豫的勇气与决心,它是一个纯粹的认出。 这个认出,并不费力,但必须付出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,那是面对极痛的勇气,面对恐惧的勇气,而你没有逃离。 只有在其中精进,解剖自我的勇气,才有到达终极处的机会,认出自我的最真面目,意味着根本没有东西可破,那只是一念的消失。 修行必须带来活生生的生命体悟,不是带你离开眼前的现实存在,不是带你进入你的头脑、梦境、神奇故事。 修行必须时刻把自己拉回当下,回到眼前的如实。 修行是一种来自心事源头的呼唤,它时刻只重复的呼唤,回来,回到当下,回到你的本来。 修行必须亲自向自己开刀,依赖信仰、法门、上师,经典指示是暂时的用,用的目的是方便掌握开刀的刀法,但终究,必须,亲自向自己开刀,解剖过程只有自己亲自才能完成,才是能实用的智慧。 修行一旦安全地躺在信仰、法门、上师、经典之上,而不是亲自实证,向自我解剖,修行就会成为自我编织的另一个牢笼。 修行不是问题思辨,不是高深探讨,不是悬想未来,不是演绎智慧,修行是全然的觉知当下。 当下解剖,当下觉知,当下觉知,当下解决,直到终极处,连觉知已成为多余,亲民的直面人生,如实而修。 修行就在身边。 01,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,不在公关里,不能脱离社会,不能脱离现实。 要在修行中生活,在生活中修行,有的人整天打坐,磕头,拨念珠,修了好多年,可是习气,烦恼依旧,性格,心态依旧,没有任何改变,这不是真。 修行是什么,是不是一定要脱离生活跑到庙里,道观里拜神念经呢,是不是一定要专职打坐,阅读修行书呢? 当生活出现了问题,我们总感觉是生活的问题打乱了我们的修行。 其实修行与生活是一体的,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,离开了生活谈修行,总不免是在逃避问题。 主饭,洗碗,做家务,也是一种修行,修行,总会让人想到偏安抑郁的山林饮饰,木天洗地,静坐,行脚,苦苦思考宇宙终身的意义。 然而修行的定义绝非如此狭隘,在生活中修行,不知要比那些多起来独善其身的人勇敢多少倍,平衡工作与家庭,压力与健康,与欲望,无常与情绪苦乐,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求平衡,反而更能让我们看清生活如实的本貌。 简而言之,只要你专注当下,煮饭,洗碗,做家务,也是一种修行。 所以,只要如实,认真,带着觉察去生活,试着时时刻刻检查自我,丢弃自己的傲慢,贪求,期待与恐惧,以一颗清静心,看到生命的不同次第,你我都会成为生活中的大师。 02,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,每一个问题是道场。修行必须从实际问题入手,不能空谈玄谈,空谈玄谈没有任何意义。 道理你能说出一大堆,但于是你仍然苦仍然闹,修行有什么用呢? 修行必须在生活中具体烦恼或痛苦的事实中进行,不要把修行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生活或烦恼的借口。 修行不是一种逃跑的方式,修道不是修开一条逃跑的道儿,修行更不能成为一种心灵的娱乐。 当然,这一切你可以反对,反对,坚持你自己的,但结果苦的还是你自己。 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,每一个实际问题都是入口。 每一个问题是道场,每一件烦恼的事是道场,每一次情绪的旋风是道场,每一次恐惧的到来是道场,每一个念头是道场。 真正的道场不是道观,不是寺庙,不是山林,不是修行者聚集的地方,真实的道场就是每一个当下,每一个眼前的存在,每一个念头。 0.3. 如果你婚姻有问题,有问题的婚姻就是你的道场。 如果你和老公的关系有问题,和老公的关系就是道场。 如果你和同事发生矛盾,这与同事的矛盾是道场。 如果你陷入生活的无聊,这无聊是道场。 如果你出现了钱的问题,钱就是道场。 如果畏惧生死,生死问题就是你的道场。 道场在你每一个受难处,道场在你每一个受卡和被卡处。 修行必须从那里进行,不要移过婚姻的问题,老公的问题,同事的问题,无聊的问题,钱的问题,生死问题,而跑到道观,寺庙,山林或修行者多的地方,去谈旋谈道去,那没用,你的道场选错了,你在外道修行。 修行应该哪里有问题在哪修,修通那个问题。 在道观,寺庙,大山林,在修行者多的地方心情好,没问题那有什么用。 修行也不是像他人显示你的自我,看我修行得多好。 我是一个修行者,修行是像你自己的生活显示,看,这个问题难不住我,它不是问题,什么也不能带给我问题或烦恼,存在只能给我喜悦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пожалуйста,点赞,订阅说nom 放 Time。